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是96黄金一代的七号秀洛伦岑赖特 本赛季的灰熊可以说是惊艳了所有人 他们在缺少队内核心莫兰特的情况下 反而打出历史级别的胜率 平民篮球和团队篮球一直是灰熊队的力深之本 作为1995年才加入NBA的潜自力球队 灰熊组上并不富裕 也没出过超级巨星大牌 但实际上他们在早些年也拥有过巨星苗子 那便是孟菲斯之子洛伦岑赖特 洛伦岑赖特1975年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 1994年洛伦岑赖特进入孟菲斯大学 代表该校参加NCA联赛 1994-95赛季 洛伦岑赖特代表孟菲斯大学出战34场比赛 场均34.4分钟 得到14.8分 10.1篮板和2.1盖帽 1995-96赛季 洛伦岑赖特代表孟菲斯大学出战30场比赛 场均35.3分钟 得到17.4分 10.4篮板和2.0盖帽 入选该赛季 NCAA美国联盟最佳阵容一阵 洛伦岑赖特身高211公分 四指中锋 在1996年NBA选秀大会上 赖特于第七顺位被快船选中 而在这星光璀璨的黄金一带里 科比 纳什 小奥尼尔等明星球员都排在他后面 由此可见 赖特的天赋是非常出色的 赖特一共在NBA效力了13个赛季 分别为快艇 老鹰 灰熊 国王 骑士 五支球队打过球 虽然没有打出预期的表现 但态度兢兢业业 是不可多得的篮林性中锋 而赖特之所以被誉为孟菲斯之子 原因有三 他出生于孟菲斯 毕业于孟菲斯大学 为孟菲斯灰熊效力过五个赛季 其中01-02赛季是赖特的巅峰 场均可以得到12分 9.4篮板 而不幸的是 孟菲斯也是他的离世帝 2010年7月19日午夜刚过 那西州911调度中心的电话响起 调度员拿起电话机 话筒中传来了慌乱的 令人不安的声音 随后一连串沉闷的声音传来 电话被掐断了 调度员回报了过去 但无人接听 或许是有人拿着影视声带恶作剧 毕竟这样的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 而在三天后 一位女子打电话报警 她表示与儿子失去了联系 打电话发短信都没有回复 这名女子在电话里哭着说 我有预感 你们找到她的时候 她的情况可能不妙 在过了一周之后 警方在孟菲斯郊外 发现了一具已经高度腐烂的尸体 经家属确认 遇害者正是35岁的 前NBA球员路伦岑·赖特 消息传出全美震惊 而此前报警的女子更是心碎不已 她名叫戴博拉 正是赖特的母亲 昔日孟菲斯的本土球星 此刻已变成了一具尸体 此前体重240斤的NBA中锋 在被收尸时只剩下来50多斤 奇怪的是 赖特价值昂贵的手表 与随身携带的珠宝都还在 显然这不是一次抢劫杀人 而是蓄意的犯罪 消息一出全美震惊 赖特的追悼会 数千名球迷组成游行队伍 护送着她的棺木 来到了孟菲斯灰熊队的主场 赖特的前妻夏拉 带着她的六个孩子 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她身边的轮椅上 还坐着赖特的父亲 孟菲斯的市长 在追悼会上向家属承诺 我们一定会还赖特一个公道 但找不到兄弟 也找不到杀人动机 案件的侦破一度陷入困局 作为赖特生前最后见到的人 前妻夏拉被带去录了口供 面对警方的询问 夏拉很平静 表示赖特7月19日离开她的家 当时前妇的车内 有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夏拉透露 赖特离开时 带着现金和一些违禁品 并听到赖特打电话说 卖11万美元的货 夏拉表示 她怀疑是那些人杀死了赖特 在赖特出事前的六周 曾有三名手执武器的男子 到她家里寻仇并威胁她不许伸张 这让孟菲斯的警方相信 赖特的死与道上的面粉交易有关 但是亲友们否认了赖特与罪犯 有牵连的猜测 表示赖特虽然在退役后 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从未与罪犯往来 赖特的好友威廉姆斯说 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她在一起 从来没有听说过 她任何与违禁品相关的事情 警方越是顺藤摸瓜 就越是云里雾里 因为没有找到任何与罪犯相关的证据 也没有目击者 之前上门恐吓的罪犯 经过调查也被证实没有作案动机 此案开始陷入僵局 警方也只能宣布案情停滞 也就是很有可能成为悬案 如果再无进展的话 就可能不了了之了 而赖特的前妻夏拉 面对采访时也透露出 已经接受事实 决定放弃追查 当一切似乎都以概观定论的时候 赖特的母亲戴博拉偏不认命 是要为惨死的儿子讨回公道 她开始坚持不懈地走访 赖特生前所认识的人 四处搜集线索 数年如一日 呕心沥血地整理各种蛛丝马迹 房间里堆满了新闻笔记 一个平凡的母亲 在这一刻 俨然成为了一名侦探 实际上 赖特生前也是一个 把家庭看得很重的人 当年在快艇打出名堂后 赖特面对明尼苏达灰狼 克里夫兰骑士 萨克拉门托国王 和亚特兰大老鹰四对的招募 最后选择加盟老鹰 主要原因就是 亚特兰大离孟菲斯的家人更近 而正是赖特的顾家思想 成为接下来案件的突破口 就当侦破遇到平静时 此时有一个人 一口咬定 是自己的儿媳妇凶手 他就是赖特的母亲戴博拉 有邻居告诉他 在赖特失踪的那个晚上 夏拉和他的一个男性朋友 在后院的篝火边升起了火 而当时正是炎热的盛夏时节 他们一定是在焚烧证据 戴博拉的猜测 并非完全没有依据 赖特的职业生涯 总计赚到了5500万美元 而在他出事的时候 他已经成了一个穷光蛋 每个月给前妻 2.6万美元的抚养费 他已无力承担 拖欠了好久 警方同时了解到一个情况 赖特与夏拉离婚时 签署了一份价值100万美元的人寿保险 赖特买这份保险的初衷是 如果自己遭遇意外 孩子们的生活费有保障 而仅仅过了4个月 他就遇害了 警方调查发现 在保险金到账后几个月 就有大量的花销产生 包括用33万9千美元购房 6万9千美元置办家具 5万8千美元买车 1万1750美元去纽约旅游等 而支出这些钱的人正是夏拉 警方询问了夏拉 夏拉则很淡定地表示 买房购车是为了给孩子们 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他懂得合理控制花费 这似乎并没有余理不合 时间来到2014年 夏拉出了一本书 名字叫Mr.Tell me anything 让人询味的是 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一个 NBA球员被妻子谋杀的故事 还沉浸在丧旨之痛的戴博拉 得知此时候非常气愤 也把这本书当作证据 交给了孟菲斯警方 然而 一本书又怎么能当作犯罪证据呢 不过 警方看在戴博拉是赖特母亲的份上 还是传讯了夏拉 只是面对警方的一系列盘问 夏拉回答得滴水不漏 甚至说 这本书是他在灵感乍线的情况下写的 警方拿夏拉没有办法 只好放了他 毕竟一罪从无 就这样 刚有几次的侦破过程 又变成了一潭死水 直到2017年 有人在距离案发现场 120公里的湖中 发现了一把武器枪 并将其送到了警局 警察通过武器的对比 居然发现 这把武器就是当年杀害赖特的凶器 随后警察根据武器档案 查到了武器的主人 是一名名叫特纳的教堂工作人员 而巧合的是 夏拉也在这个教堂工作 一周后 警察对两人进行逮捕 在法庭上他们拒不认罪 即便是证据摆在眼前 也是咬紧牙关死磕到底 案件的转机 来自一位名叫吉米·马丁的人 马丁是夏拉的表哥 他因为犯罪而被判入狱20年 正处于服刑期间的马丁 向警方供述了夏拉联合他与特纳 一起谋害赖特的全过程 据马丁讲述 夏拉与特纳为谋害赖特策划数月 起初想在亚特兰大动手 当时赖特住在当地的一处公寓 夏拉以拜访的名义抵达公寓 将窗户的锁打开 马丁与特纳爬了进去 但他们那次并未动手 因为屋内还有别的人在 在亚特兰大作案未成 夏拉改变了计划 他用短信将赖特骗回孟菲斯 据马丁交代 这一次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凶 是夏拉与特纳动的手 而自己则是负责现场清理 并扔掉了作为凶器使用的武器 2019年7月 赖特案开庭宣判 夏拉有些出人意料地主动认罪 而鉴于夏拉认罪 法官从轻发落 判处他30年监禁 真相到此结束了吗 并没有 2016年6月 正在服刑的夏拉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撤销他在两年前的认罪 夏拉表示 他当时遭到了误导 在并不正确了解后果的情况下 认罪是非自愿的 他声称 拉特曾欺负他并且出轨 但凶手并不是他 而是将他与特纳供出来的马丁 夏拉拒绝认罪 特纳尚未宣判 马丁究竟在案件中 扮演了什么角色 12年过去了 这团迷雾依旧没有散开 在此也心疼戴博拉 真相就像套在这位母亲心头的锁链 在案件水落石出之前 他是无法解开的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 2011年2月19日 无疑是教授人生最灰暗的一天 因为他的导师兼最好的朋友 在美国洛杉矶一家酒店突然去世 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教授 他想到导师曾说过 要将接球文化传递世界各地 于是教授在那年开始 将自己打球的视频发布到网络 从此他成为北美接球的代表人物 那么究竟是谁 能够让教授如此痛彻心扉 甚至能够称得上他的灵魂导师呢 他就是绰号云梯的特洛伊杰克逊 大家印象中的接球手 大部分都是瘦瘦小小的矮鸽子球员 比如阿尔斯通·克劳福德 他们虽然身体单薄 但运球却十分华丽 总能够通过花哨的动作 晃到比他们大一圈的巨人 但特洛伊杰克逊 却是美国接球界的奇葩 居然拥有比奥尼尔还夸张的体重 他身高2米08 体重巅峰时期达到227公斤 但却能像欧文一样变相 人球分过 No Look Pass等等新手年来 特洛伊杰克逊 出生于1973年美国纽约的皇后区 他的哥哥则是鼎鼎有名的控球后卫 马克杰克逊 球员时期不仅入选过全明星 还当选了联盟的助攻王 生涯助攻数高达10334次 退役时高居历史助攻榜第二 仅次于斯托克顿 比起曾效力尼克 六马等八支球队的哥哥马克杰克逊 特洛伊似乎更有运动天赋 还在中学时候的特洛伊 身高就超过了两米 而且跑跳能力非常出色 没事就和身边的朋友们 拿着篮球玩一玩 看到弟弟有如此天赋 马克总是抽空带上小弟弟 去自己的地盘洛克公园 看看更高水平的球赛 很快 耳入目染之下的特洛伊 对篮球开始着迷起来 个子很高的特洛伊 看到洛克公园内那些花哨的运球 很是羡慕 回到家之后就开始埋头苦练 再加上哥哥的帮助 大个子没用多长时间 就磨练出了细腻的技术 凭借自己空位般的技术 特洛伊后来成为了 洛克公园内的一败 当然这是后话 不过特洛伊的自律性 并不如哥哥马克 从小他就喜欢吃 热量高的快餐食品 尤其麦当劳更是他的最爱 由于吃了太多汉堡 可乐这样高热量的食物 让那个时期特洛伊的体重疯涨 最多来到227公斤 要知道 即便被戏称为奥胖的奥尼尔 巅峰时期体重也只有147公斤 所以那个时候 特洛伊体型已经完全不受控制 胖乎乎的身材 虽然没有影响自己的手感 但是多少影响到了 特洛伊在正规比赛中的发挥 先有机会在高中比赛中上场的特洛伊 把大多数的时间和精力 都发泄在了洛克公园内 怪兽一般的身材 再加上出色的技术 让很多人慕名而来 看看他如何在场上肆虐篮筐 哥哥甚至带上自己的好友 肯尼史密斯等NDA球员 为弟弟加油助威 当然 在所有来看他比赛的人中 真正帮到特洛伊的人 还得说是比尔修利 阿拉巴马州华莱市社区 大学篮球队主帅 比尔将这座肉山 带入社区大学之后 打出了不错的水准 没过多久 就吸引了路易斯维尔大学 主帅的精赖 大概一年的时间 已经在社区大学联赛中 取得所有荣誉的特洛伊 就受到了路易斯维尔大学的奖学金 在陆大助教麦克克雷的帮助下 特洛伊的体重一下子减轻了50公斤 可是即便如此 每天只吃蔬菜 过了晚上8点 一点东西都不吃的特洛伊 还是没能在陆大成为主力 场均只能替补出战 得到3分1.6个篮板的他 在两年打了20场比赛后 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离开陆大之后 特洛伊并没有沉沦 凭借当初在陆克公园打出的名记 他在走出大学校园的同时 就收到了风靡全球的 哈林街球表演队的邀请 当时的特洛伊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成为了哈林中的一员 可是仅仅打了几场比赛 特洛伊就发现哈林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 自己在大学学到的那一套完全不适用 而接球场上的动作在球队里 因为位置的限制也发挥不出来 后来赶上自己家庭有点事情 特洛伊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哈林 百无聊赖的特洛伊再次回到了陆克公园 过了段舒心日子 也认识了一大帮好友 其中就包括跳跃的灵魂阿尔斯通 就在这些好友天天打球的时候 一家名为And One的新兴品牌 找到了阿尔斯通等人 组建了一支球队 他们打着MIXTAP TOUR的旗号 在全美各地挑战篮球高手 有一天 急于扩大人手的球队 韦托阿尔斯通找到了特洛伊 好友邀请下 特洛伊很快就答应了 到了球队 看着他2.08米的身高 和200公斤的体重 大家又送给他一个新的外号 云梯 当年凯迪拉克新推出的一款SUV的名字 包装推广之后 全世界喜爱篮球的人们发现 眼前这个像奥尼尔一样的大胖子 居然有着空位般的手感 360度转身 胯下运球对他都是家常便饭 人球分过等 阶球场上才出现的动作 在云梯手上也是说来就来 他虽然块头很大 但无论是实战还是花式阶球 他都玩得很棒 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是吧 对有第八奇迹 安托万斯科特评价说 对于自己如此体重 还能把篮球玩得随心所欲 云梯的解释很简单 大多数人都说 我这个体重肯定玩不了篮球 我也承认自己很胖 但是没关系 玩球就是我身上的本能 没什么可解释的 他说 后来ESPN的转播 让云梯名气变得更大 与其他利用名气 忙着赚钱的接球手不同的是 身为Ballup球队经理的特洛伊 一直致力于性病 艾滋病等疾病预防的公益事业 号召人们自尊自律 他是一名球手 同时也是一名代言人 更是一名大使 恩德万首席执行官普飞说 他出色的个人魅力 和难以言喻的天赋 总能主宰所有的摄像头 影响其他人 我从来没见过 谁能在他身上占到便宜 而在巡徽赛中 云梯还发觉了一个瘦弱的白人小子 格雷森豹撤 恩德万来到波特兰 作为巡徽赛的传统 他们喜欢从场边抽观众上去 和他们的接球手进行单挑 而18岁的豹撤 自告奋勇地上场了 看到这个瘦瘦小小的白人小伙 场边观众都发出嘲笑的声音 并且对场上的接球手大喊 打爆他 但是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爆撤面对这些成名已久的接球手 丝毫没有聚色 反而频频用华丽的运球戏耍他们 当爆撤晃倒一人后 现场观众纷纷倒戈 支持这个白人小伙 甚至现场的主持人都大喊 你敢相信吗 他居然在教你们做人 他就是教授 于是爆撤就得到教授 这个远近闻名的绰号 格雷森十分欣赏教授的技术和品质 看到了他身上作为接球手的潜力 两个人也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云梯每次参加活动 或者比赛也都会带上教授 在他的推广下 教授逐渐成为国外家喻户晓的接球高手 也成为暗得联盟的头牌球星 最难能可贵的是 特洛伊在那个以黑人为主 白人受歧视严重的接球文化中 多次站出来替他撑腰 格雷森抱撤也对此十分感激 将云梯视为一生的导师 不过美好的时间都是短暂的 2011年 特洛伊在洛杉矶一家酒店 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 这件事让教授备受打击 也让他感受到生命的脆弱 于是他决定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他开始在网上制作一期 身穿蜘蛛侠衣服打球的视频 这系列的视频也在网上广泛传播 教授的名号也彻底享誉全球 甚至不少NBA球星 诸如哈登和林书豪 也是教授的忠实粉丝 作为一名传奇接球手 特洛伊的一年早是令人惋惜 但他在接球和公益的影响贡献 却无法磨灭 他的挚友教授接过了火炬 一代又一代的接球手们 将会把云梯的意志继续传承下去 NBA有各种庆祝动作 这些动作也都千奇百怪 但要论哪一个最奇葩 大弹舞绝对榜上有名 大弹舞的发明者为萨姆卡塞尔 因此也被称为卡塞尔舞步 外星人萨姆卡塞尔 经常在比赛达到激烈的时刻 自己或是队友有精彩表现时 便会扭起身躯跳起舞来 卡塞尔舞步最经典的一次 就是在场边张着双手 像抱着something 跟着身体抖动 虽说球员很喜欢这样的庆祝动作 但是联盟严厉打击 这样的不雅庆祝动作 不过本期视频的主角 不是舞步而是舞者 外星人卡塞尔 提到萨姆卡塞尔 人们脑海中首先涌现出的 便是他极具特色的外貌 有位著名的电影片商 曾经评价过他 萨姆去拍异形系列 那么我们可以省下一大笔的化妆费用 再加上卡塞尔不善于面部管理 摄影师留下了许多 他在球场上张牙舞爪的照片 球迷们也为他举了一个 外星人的绰号 这个不太友好的绰号 并没有摧毁卡塞尔 虽然他外形比较一般 但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温柔的人 在高中时期 因为成绩没有达标 无法拿到奖学金 最终选择转学去了另外一所学院 之后的两年时间里 他一直是这所学校的主力得分手 尽管他表现十分出色 但真正前来看他打比赛的球探只有火箭 很显然 球探们也喜欢以貌取人 尽管如此 卡塞尔依旧笑容待人 在保持强大内心的同时 持续投入更多训练 为了让自己获得更高的选秀顺位 他又一次转学来到了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在他大四的那一年 他带领校队闯NCAA八强 最终被肯塔基大学淘汰 随后24岁的卡塞尔参加了NBA选秀 在那一届的选秀大会中 不乏有克里斯维伯 哈达威这样的天才球员 他们也很快被球队选中 而对于大零新秀卡塞尔来说 他只能静静等待 直到首轮第25顺位才被叫到名字 被之前来看他比赛的火箭队选中 值得一提的是 火箭是曾经唯一一支 派球探看卡塞尔打过球的球队 但也正是某种意义上 不以貌取人的火箭球探 帮助球队补足了一块冠军拼图 来到火箭之后 卡塞尔先从替补打起 作为一名NBA大零新秀 卡塞尔早已拥有成熟的球风 当他登上NBA赛场 不会像其他年轻球员一样怯场 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特点 逐渐成为了汤姆贾诺维奇 教练手下的一名骑兵 每当球队打不开局面的时候 卡塞尔就会被安排上场 他也总能抓住机会 打乱对手的节奏 帮助球队追上比分 火箭当时的球队架构 完全以奥拉朱旺为核心 佩以强力内线索普 格外为一堆射手 虽然名气不大 但都是投篮精准 敢在关键时刻出手的外线球员 但记得之前提到的 卡塞尔是汤帅眼里的骑兵 即便他只是个菜鸟 在和太阳的半决赛G2上 汤帅决定 让这位24岁的行秀上去湿湿水 感受季后赛的魅力 这是卡塞尔第一次在季后赛亮相 14分4篮板4助攻 36.4%的投篮命中率 生涯首场季后赛 略显紧张的卡塞尔 拿到了全队第五高的得分 这样的表现得到了汤帅的信任 此时 火箭以0比2落后太阳 奥拉朱旺加索普的内线组合 面对巴克利和凯文约翰逊 只能做到对子的效果 两队的外线发挥 成为是谁能晋级西决的关键所在 人们都认为 这个大零星秀只是这场系列赛的过客 谁也没想到 属于卡塞尔的英雄时刻 很快就要到来 在得到可观的上场时间后 卡塞尔表现越来越出色 甚至实现了对手发空位 肯尼史密斯的弯道超车 成为了这轮系列赛中 得分第二高的外线球员 在和太阳G7的生死战争 卡塞尔的表现犹如神助 三分球弹无虚发 和奥拉朱旺里应外合 帮助球队在第一节 就建立了12分的优势 第四节 他又和霍里在外线接连发难 顶住了太阳的反扑 此意 卡塞尔12投8中得到22分 汤帅在多年后的自传中 如是评价这场比赛 卡塞尔和霍里一样 是被埋没的天才 而关于卡塞尔最快智人口的故事 莫过于是和尼克斯总决赛的 不传球事件了 火箭当时打的是 标准的inside art战术 后卫将球送进内线 让奥拉朱旺处理 若没有遭遇包夹 则大梦单打出手 若遭遇包夹 奥拉朱旺传球给外线球员 射手们直接投篮 或者再把球传回给内线的奥拉朱旺 如此反复 奥拉朱旺和尤英这两位 超级中锋的对决 本应是总决赛最大的看点 卡塞尔却横空出世 作为菜鸟 他很大胆地消化掉了一部分球权 即便是首发空位 史密斯在场上直接训斥他 关键球要交给大梦去处理 还依旧是得到空位就投篮 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和后果 就这样 卡塞尔在G1G2的第四节中 共计砍下20分 在最需要经验的总决赛上 新秀卡塞尔表现得却像是成名已久的巨星 在卡塞尔一次又一次把握住有限的机会后 他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多 G3的第四节 大梦遭到了尼克斯的严防死守 汤帅换下主控史密斯 让卡塞尔独揽组织大权 莫杰独得10分 火箭从麦迪逊花园带走了胜利 10天之后 同尼克斯的生死战中 卡塞尔交出了13分 二助攻一篮版的数据 其中的10分依然来自于第四节 就这样 卡塞尔成为了NBA历史上 为数不多的新秀就夺冠的球员 而且一拿就拿了两个 在调单退役的两年中 帮助火箭登上了最高峰 因此也被很多球迷称为福将 分以为卡塞尔的职业生涯 会这样顺风顺水地发展下去 但作为配角的他 终究要承受配角的那一份煎熬 1996年 火箭止步于西部决赛 卡塞尔成为了这次失利的牺牲品 在奥拉朱旺和德雷克斯勒 准备退役之前再夺一贯的时候 卡塞尔被无情交易到凤凰城 换回了同样渴望获得总冠军的巴克利 离开火箭之后 卡塞尔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活 他在太阳之打了22场比赛 又成为了交易积德的筹码 在小牛打了16场比赛之后 又被交易至蓝网 换取了大竹竿布拉德利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 卡塞尔就更换了三支球队 前不久还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大放一彩的卡塞尔 如今就像是形色匆匆的过客 不断地赶赴一个又一个城市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前进 反而让他的内心更加坚硬 来到新泽西之后 28岁的卡塞尔迎来了生涯第一个巅峰 他在蓝网迅速找准自己的角色 在球场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 很快受到了主教练的赏识 成为一名非常有想象力的球场组织者 98赛季 卡塞尔场均得到19.6分 8助攻 3篮板 大队取得东部第8的成绩 机后赛中 卡塞尔在之一出战仅8分钟 便殷商退场 蓝网也被公牛3比0横扫出局 虽然新泽西的球迷十分喜欢卡塞尔 但续约出现问题 最后在一笔三方交易中 卡塞尔被交易至公路 和雷阿伦大狗罗宾逊 开启了三个火枪手的时代 在他们合作的第一个赛季 卡塞尔场均送出9个助攻 是他职业生涯中助攻最多的一个赛季 雷阿伦则单赛季 投中了172个三分球 排在联盟第二 雷阿伦称 他是自己合作过的最好的队友 另一个是勒布朗 萨姆是一个你想要为之赴汤倒火的家伙 他不会抛弃你不管 他会竭尽所能 他也从不闪现消极的肢体语言 雷阿伦说道 在密尔沃基带了四个赛季之后 卡塞尔在2003年被交易至灰狼 和加内特·斯普雷维尔组成了三头怪 在这个赛季 已经34岁的卡塞尔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巅峰 就数据上看 他应是当年的一阵空位 而灰狼也在加内特和他的带领下 杀入西部决赛 和金块以及国王的系列赛之一中 卡塞尔两度砍下40分 成为了他在季后赛最高光的时刻 在大家期待灰狼能冲出西部时 因为卡塞尔的受伤 球队最终2比4不敌胡人只不惜绝 自此之后 卡塞尔的健康受到了很大影响 之后一个赛季的灰狼也没有进入季后赛 卡塞尔很快被灰狼交一支快艇 本以为他能够在这里焕发第二春 但对于已经36岁的卡塞尔来说 身体状态已经大不如前 到了他37岁的时候 几乎已经无球可打了 但在生涯最后 卡塞尔却延续了自己的浮将特质 就像在生涯一开始那样 在波士顿 由他密尔沃基的老队友雷阿伦 迷尼苏达的加内特 38岁的卡塞尔 在联盟兜兜转转十五赞 拿到了职业生涯最后一个冠军 长得丑却很温柔 内心强大的卡塞尔 有着足够完美的职业生涯 科比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体力怪 哪怕达到第二个家时 也能保证进攻的活力 但是在他的心目中 却始终有一个 让他感到害怕的对位球员 那人永不停息地全舱跑动 总是让跟房的科比 跑到想呕吐 那人就是跑不死的面具侠 理查德·汉密尔顿 现在的球迷们似乎都快要忘记 这位中投王的巅峰时期 到底有多强 汉密尔顿从出生的那一刻 血液里就流淌着跑动的基因 他的父亲是一个长跑运动员 妈妈是短跑运动员 但是小汉密尔顿 显然在父亲身上继承了更多 虽然爆发力不强 但却耐力十足 他从高中起 就是一英里长跑运动员 而且从来没有输过 让其他长跑运动员感到萌羞的是 汉密尔顿很少将训练时间放在跑道上 相比之下 他更喜欢泡在篮球场上 即使他的父母两地分居 但是他总能找到附近的篮球场 高中的校队教练 注意到了这个刻苦且独特的孩子 于是他将小汉密尔顿纳入麾下 并且不断地强化这个孩子在耐力上的特点 每天早上六点就起床进行体能训练 磨练篮球技艺 教练还教给小汉密尔顿一种新的呼吸方法 水之呼吸 一是 啊 不好意思啊 阿比拿错文稿了 其实是一种鼻子和嘴巴 以一定节奏交替呼吸的方法 能够有效加成耐力 这个诀窍让汉密尔顿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里受益匪浅 高中的第二年 汉密尔顿已经是全美顶尖的篮球高中生 而与他齐名的 则是大名鼎鼎的科比布兰恩特 两位超级天才在1995年3月的一次分区半决赛中相遇 汉密尔顿全场拿下22分 但是科比在比赛中拿下26分 并且带走了胜利 但是两人并没有因此结仇 少年英雄之间的心心相惜 总是美好的令人向往 科比和汉密尔顿在费城意见俱乐部的夏令营成为了室友 经常在一起讨论比赛的得失和赛场的心得 高中毕业 骄傲自信的科比带着天赋 进入了NBA1996年的选秀大会 而脚踏实地的汉密尔顿进入大学魔力 直到1999年才决定开启自己的职业篮球之旅 但此时的汉密尔顿已经接受过重伤的折磨 爷爷去世的痛苦 并且很成功浴火重生 带着NCAA四强赛MOP 康涅迪克大学对使第二得分王的光环 以及坚韧到不可思议的体魄与心智 追上了科比的步伐 99-00赛季 汉密尔顿加入了处于混乱时期的华盛顿巫师 这支球队在过去11年里 只进入了一次季后赛 华盛顿人一直等待着救世主 可即便他们的阵容中有米奇 李奇蒙德 罗斯斯特里克兰 和朱万霍德华这样的实力球员 也依旧无法将这帮烂尼扶上墙 理查德·汉密尔顿能够做到吗 此时的联盟中比较流行的后卫 都是以乔丹为目标 飞天遁地 急停跳投的风位摇摆人 像汉密尔顿这样移动缓慢 而且球风偏软的球员 他从一开始就成为了聚光灯之外的球员 但是他并不在意这些 作为一个骨子里的长跑运动员 他太知道后发之人的痛快了 00-01赛季 迈克尔·乔丹做出了进军季后赛的预言 尽管汉密尔顿听话地 在一场对阵勇士的比赛中 砍下41分9篮板8助攻 长军得分也水涨船高地来到了18.1分 但是巫师最终只取得了19勝 乔丹忍不住了 他在下个赛季从办公室杀到了更衣室 亲自披挂上阵 并且尤其地看好汉密尔顿 乔丹一边督促他增强防守能力 一边给他示范中距离的投篮技巧 然后告诉他 汉密尔顿 你得把这个学会 这是篮球场上最难以防守的技巧 期间 汉密尔顿曾经多次向乔丹表达想要加入乔丹团队 穿乔丹鞋的意愿 但都被乔丹无情地拒绝了 乔丹很明确地表示 我的鞋是给全明星穿的 汉密尔顿没有气馁 回家之后 汉密尔顿对着镜子告诉自己 我会好起来的 我得努力 总有一天 我会回去再找乔丹 汉密尔顿承载着飞人的希望 拿下了仅次于乔丹的场军20分 并且与这位老飞人 外加海伍德组成了当时名声大造的巫师三角 虽然名声在外 但是很大程度上还是沾了乔丹和公牛铁三角的光 乌丹在那一年依旧无缘季后赛 球队决定重组阵容 而刚刚打出亮眼表现的汉密尔顿 成为了最好的筹码 2002年9月 乌丹用他换来了汽车城的明星后卫 杰里·斯塔克豪斯 汉密尔顿来到了底特律活塞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这里带着冠军底蕴的血液已经开始奔腾不息 他天生的强悍体能 在奇才魔力出来的坚韧防守 以及虽然不够华丽 但是足够有效且无孔不入的无限跑动 接球跳投 与这支平民球队强悍坚实的团队篮球 仿佛天作之合 01-02赛季 活塞取得了50个胜场 汉密尔顿的体能 投射以及防守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他每天早晨的热身就是带着狗出去跑步 一直跑到狗泪瘫了才回家 而在比赛中防守汉密尔顿的球员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永远不会停下奔跑的步伐 哪怕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也一直在小跑 比鲁普斯一度怀疑 自己的老队友是否患有先天性跑动综合症 02-03赛季 活塞再次取得了50胜的战绩 汉密尔顿82场全勤的同时 一场均19.7分成为球队得分王 首轮面对魔术 麦迪在说出那句经典的 我们已经在考虑下一轮的对手之后 被活塞3比1翻盘 四轮打七六人 又是一个天资卓越的超级天才 但活塞依旧在六场比赛内 将答案锁死在了铁桶阵容之中 尽管他们在东部决赛上 被巅峰基德率领的篮网 以一种粗暴血腥的方式横扫 但是这支平民球队爆发出来的实力 让所有人侧目 汉密尔顿在季后赛将自己的场均得分 提升到了22.5分 也为他赢得了活塞7年6200万的长约 所有的底特律人都相信 属于汽车城的荣耀即将到来 03-04赛季 活塞又让汉密尔顿承担了更多的进攻任务 同时去接管各个球队的超级得分手 不知疲倦的贴身防守 这让他的鼻子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一个赛季两次被对手打断鼻骨 再加上2002年的那一次 连续三次的破坏 让他的鼻软骨组织彻底粉碎 至此汉密尔顿再也不敢冒险 只能一直戴着面具 后来 活塞迎来了自己的最后一块夺冠拼头 拉西德·华莱士 而汉密尔顿戴着面具的表现越来越神勇 拉西德开玩笑说 汉密尔顿的面具是他的超人斗篷 没想到汉密尔顿信以为真 就一直戴着面具 甚至连训练也不会摘下他 面具侠的外号也不禁而走 活塞在这一年迎来了第二次蜕变 以54胜东部第三的身份进军季后赛 他们首轮4比1淘汰雄鹿 四轮七场大战完成了对篮网的复仇 在东部决赛面对六马 汉密尔顿在当年DPO外阿泰斯特的丁皇下 场均得到24分 最终六场晋级 没有人想到这支平民球队能够杀入总决赛 与他们的新冠汉弹产生鲜明对比的 是对面那支可能是NBA总决赛历史上最豪华的阵容 奥尼尔 科比 凯尔玛龙 加里佩顿 四位未来名人堂球员耀眼地让人睁不开眼 而对于汉密尔顿来说 能够和儿童时期一笛一有的科比 在世界篮球的最高殿堂上对决 能够为自己在高二的第一次交手失利去报仇 他从来都会知道后发制人的痛快 总决赛第三场 在两支球队各拿下一场比赛陷入僵局之后 汉密尔顿在这个充满着巨星的舞台 成为了破局者 他教科书一般的无球跑动和接球跳投 反复折磨着胡人的防线 并且极大地磨损了科比的体能 再加上普林斯对于科比的死亡缠绕 小飞侠最终全场只砍下了11分 而汉密尔顿则是在暴走下狂砍31分 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 也为后来的夺冠奠定了基调 科比在赛后说起汉密尔顿都感到害怕 他是我最不想防守的球员 他就像得了病一样不停歇地跑 我都快吐了 活塞在系列赛的后半程越战越勇 而豪华阵容的胡人在年龄伤病的困扰下 对于活塞的防守和进攻都没有太大的解决办法 最终破灭了自己的夺冠美梦 活塞创造了平民神话 长西比鲁普斯赢得了总冠军MVP称号 而汉密尔顿也在数年之后完成了对科比的复仇 后来的05-06赛季 汉密尔顿职业生涯第一次当选全明星 他真的跑去找乔丹 我现在已经是全明星球员了 你得给我穿你的鞋子了 并且你还要给我付钱 乔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答应了汉密尔顿的签约 在乔丹的加持下 汉密尔顿在第二个赛季面对尼克的比赛中 单场爆刊51分 成为了继迈克尔乔丹之后 第一位在篮球圣地麦迪逊花园广场 得到50分以上的球员 这个一直奔跑不愿停歇的男人 任何球员在面对他时 都希望他能够因疲惫停下自己的脚步 而当他有一天终于停下时 他已成为传奇 如果说塞尔提克曾经有个很出名的大前锋 大家想到的可能是两个都叫做凯文的家伙 凯文加内特或者是凯文迈克海尔 但其实塞尔提克有过一个叫安东尼沃克的大前锋 他曾经是球迷最喜爱的球星之一 也曾是塞尔提克寄予厚望之人 奈何他退役后把自己搞得名声狼藉 现在的他却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 更是最后沦落至破产 美国从不缺少身体天赋爆表之人 安东尼沃克 高中时还是篮球足球双技能手 最终使得他选择篮球是因为在他小时候 他家乡芝加哥出了一位篮球传奇 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体坛传奇 迈克尔乔丹 而在迈克尔乔丹的影响下 沃克也想像乔丹一样通过篮球赚取财富 威望 沃克高中最后一年入选州最佳阵容 获得肯塔基大学的全额奖学金 沃克在大学的第一年就当选东南分区的最有价值球员 沃克达尔时被提上首发的位置 期间数据大幅提升 而且当时他的打法跟一般前锋有所不同 不仅擅长拼抢篮板 还能传出漂亮助攻 最突出的是 他在那个年代毫无避讳地在三分线外出手得分 此时的沃克 有防守有投篮 是一名非常典型的全能型前锋 达尔这年 沃克入选东南分区第一阵容和NCAA全明星 并在当年帮助肯塔基拿下NCAA的冠军 沃克在1996年帮助肯塔基拿下NCAA的冠军后 随即宣布参加选秀 在选秀大会上 被塞尔提克以第六顺位摘走 是著名的九六黄金一代的成员 而绿山君在90年代之初 随着王朝班底三巨头相继离去 陷入到谷底 因此此时高顺位选中的安东尼·沃克 被视为成为塞尔提克重返荣耀的希望 更被媒体称作大鸟接班人 而拉里伯德本人对沃克的看法 则是认为他将会是第二个魔术师 沃克在加盟塞尔提克的初期 这只当时已经拥有16个冠军奖杯的老牌球队里 竟然没有半个球星 正所谓鼠中无大将 撂画作先锋 在比赛中 时常能看到沃克在场上指挥队友跑位 完全不像是一个菜鸟 或有大鸟拉里伯德的样子 所以塞尔提克干脆让他放开手脚加油干 拥有无限出手拳的沃克 在第一个赛季场均出手多达16.5次 在赛鸟中仅次于状元阿伦艾弗森 而自此 沃克的三分和庆祝动作甩臀舞 成为联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新秀赛季沃克场均17.5分 9.0篮板 3.2助攻 1.3超节 是球队的得分王和篮板王 难道沃克真的就是塞尔提克救世主吗 不 答案是否定的 绿军在沃克的带领下 不仅战绩没有丝毫提升 反而是他的无限开火拳 慢慢地变成了伤害球队的双刃剑 沃克在第二个赛季 已然是球队老大 虽然球队通过第三顺位 拿下优秀的双能位 昌西比鲁普斯 但是球权仍是牢牢掌握在 身为大前锋的沃克手里 另外 球队开除了当时的主帅 因为塞尔提克上个赛季 只拿到15场胜利 创下历史最差的战绩 或许是因为绿山军急于重返荣光 他们没有耐心等待比鲁普斯的成长 就急匆匆地把他给送走了 事后来看 这可能是塞尔提克队史 最糟糕的交易之一 当然 这种状况在塞尔提克屡见不鲜 许多球员才刚被找来没多久 彼此间的默契才正要走上轨道 就被迫停了给交易走了 沃克的第二个赛季 长军出手次数来到了24次 仅次于篮球之神乔丹 并且三分线外的出手 也叫上一季翻倍 来到3.6次 真的过了半场就都是他出手空间 另外沃克还能拿下10个以上的篮板球 这样一来 他的场均数据达到顶级封线才会有的20加10 值得一提的是 沃克生涯最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也是出现在这个赛季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 沃克是个具有得分能力的家伙 但谁也没想到他会大爆发 展现各式各样的得分手段 在比赛中轰下49分 其中3分球5投5中 差点以一己之力将华盛顿巫师击败 98年 塞尔提克以首轮10号牵选中了保罗皮尔斯 清宿赛季 皮尔斯就展现出了自己身为小前锋的得分才华 他场均16.5分还在队内第三 同时41.2%的三分命中率 让他成为了球队最可靠的外线活力点 第二个赛季 皮尔斯场均得分涨到了19.5分 虽然还是比沃克得分少 但效率远比沃克高 但此时的沃克依然还是球队老大 并凭借娴熟的球技 以及在进攻端的全能性 使他在缩水赛季中 顺利得到6年7100万超级合同 主教练皮蒂诺微笑着说 他永远也不会为钱发愁了 他的甩臀五扭的更宽敞了 他的三分出手术和他的工资一样水涨船高 但塞尔提克的战绩却很一般 19胜31负 球队重建初期 沃克的漂亮数据并不能带来什么 他温和少有发火的时候 这点和皮尔斯相对 皮尔斯性格暴躁 一言不合就撩起首秀要干账 球胜欲望更为强烈 可以说是一个行走的炸药桶 这也是他会在酒吧里被人砍的原因之一 虽然两个人性格迥异 却恰好互补 皮尔斯和沃克组成的所谓双子星 让塞尔提克逐渐摆脱了于南身份 成为了季后赛的有力竞争者 可虽然球队连年杀入季后赛 甚至闯入东部决赛 但依然难逃被淘汰的结果 与此同时 皮尔斯迅速崛起 并取代沃克的球队老大地位 反观沃克 场上的他防守态度过于懒散 却又热衷于三分出手 场外的他不修蝙蝠 不控制体重 越来越多的小弟围绕在更衣室之外 而这一切都被球队经理丹尼安吉看在眼里 于是05年夏天 球队为他准备了6年5300万的合同 将他先签后换交易至热火 这笔牵射灰熊 热火 黄蜂 塞尔提克 爵士 五队交换在当时绝对轰轰烈烈 但是沃克的合同在半个月之后 便受体检结果影响改为四年 很早的时候 帕特莱利曾经跟记者们 畅谈过他对未来篮球的幻想 我心目中的理想阵容 是由五个大概在2米06左右的 全能队员组成 也许就是因为到了 信奉未来篮球的莱利手下 2006年季后赛 沃克在23场季后赛中 投中48枚三分球 位居热火全队之首 三分球出手次数148次 也排全队之首 而在此之前 沃克曾在一场比赛的第二节 射中了六个三分球 成为当时NBA季后赛 单节三分球命中数最多的球员 而在02-03赛季 对阵克里夫兰骑士队的比赛中 沃克的三分球石头零重 成为单场比赛连续 三分不中次数最多的球员 最红和最黑的榜单 都写上自己的名字 也是不简单了 但后来有记者问 你为什么如此爱扔三分球 他毫不犹豫地说 因为没有四分球 这话无疑是沃克打球风格的真实写照 但此时的沃克 依然能够在替补席位球队提供进攻火力 总决赛期间 沃克场均贡献14分和5.5个篮板 表现相当出色 这样的表现也帮助热火队拿下了NBA总冠军 NBA总冠军加上NCAA冠军 安东尼沃克生涯的双料冠军 也引得不少人羡慕 靠着这些 他在球场就赚到了9000万美元 加上7788的赞助收入 他整个生涯就赚到了1.08亿美元 按理来说 他的后半生完全可以衣食无忧 但是只用了两年 安东尼沃克就把自己前半生赚的钱挥霍一空 因为美国强制交税 所以他的工资有快一半交给了国家 在08年金融危机前 沃克被怂恿投资房地产 并与多家银行合作投资 结果高位接盘 金融危机爆发 房地产泡沫破裂 房价直线下降 沃克损失惨重 投资失败 损失了近2000万美元 这是大头 除此以外 安东尼沃克从小也是出生于贫民窟 所以他们特别注重于所谓的亲情和兄弟情 赚了钱之后 沃克对于家人慷慨不必说 对那些狐朋狗友 沃克也是全资供养 给他们钱 替他们买单 最多时曾供养着70多位亲朋好友 我破产清算的时候才发现 已经背负了1270万美元的债务 沃克说道 为了还债 我甚至以6000美元变卖了总冠军戒指 无数球员梦寐以求的 那象征无上荣耀的冠军戒指 却因为抵债贱卖 令人唏嘘不已 你必须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当你有了很多的钱的时候 你需要专业的会计师和律师 替你分担工作 沃克说道 我这一生可能再也赚不到 1.08亿美元了 但是我经过两年的时间 重新站起来 重振自己 慢慢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态 回悟之后的沃克拍了一部纪录片 以此来警示那些赚了钱 不知道怎么回话的球员 在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 安东尼沃克已经诚然 面对所发生的一切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好好的生活下去 1986年 出征西班牙南篮市警赛的美国队 可能是美国南篮史上最有意思 或者说最有纪念意义的队伍了 因为它也许是最后一支 由非NBA球员组成 同时还能在市警赛上 夺金的球队了 看看当时阵容的老照片 我们还是能找到不少熟人的 比如奇思妙想低造 小球时代当时还一头金发的 史蒂夫科尔 还有巴克利驴屁股惨案的 始作俑者肯尼史密斯 暂时两年后即将在圣安东尼奥 团聚的好兄弟 上将罗宾逊和埃利奥特 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 蹲着还要比科尔 比亚一头的伯格斯 蒂尼伯格斯 全名 Tyrontes Berges 又称马格西伯格斯 1965年1月9日 出生于美国 马里兰州巴尔蒂摩 1986年 伯格斯入选美国队 参加了在西班牙举行的 第十届世界男篮锦标赛 刚开始 人们并没有对他抱有太大的幻想 但没想到的是 这小伙是真挺稳的 最经典代表作 便是与苏联的决赛 伯格斯以首发空位的身份出场 在场上穿插引线 琳琳送入助攻 率领美国队一度领先十几分 在下半场 老萨引领起来的反击攻击波 属实是给美国中将 惊出一身冷汗 而当镜头给到伯格斯时 他却一脸平静 仿佛提前预料到了一般 依旧从容不迫指挥队友落位 梳理球队的进攻 每当伯格斯接到球时 现场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大家都看出来了 伯格斯才是这支球队 最稳定的进攻发起点 最终美国男篮众志成城 守住了胜利 87比85显胜苏联队 颁奖仪式时 大家异常兴奋 把伯格斯端到了那个阳台上 伯格斯也毫不拒绝 就这样举起了美国男篮史上 最有纪念意义的奖杯 世锦赛后 伯格斯这回真诚网红球员了 无论走到哪 都有超多的孩子 争先恐后的要跟他合照 估计这些孩子想的都是 终于找到一个 和我一般高的职业球员了 其实伯格斯自己也懂 大家喜欢看自己 一方面是因为 自己的摄影赛里表现还行 更多的肯定 是因为自己刚1米6的身材 他自己也习惯了 因为从小身高 就一直是他最引人注目的标签 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伯格斯 但NBA官方的马克西伯格斯 这一名字并不是他的本名 他的本名叫蒂尼伯格斯 而马克西则是来自于 美国比试的流行电视剧 暴力男孩 马克西也不是伯格斯的 唯一外号 只能说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伯格斯大概是 NBA历史上外号最多的球员 中国球迷喜欢叫他 小虫伯格斯 而他的家人喜欢叫他 苹果伯格斯 因为小时候 他总是会把头发里的很短 小脑瓜总是赠光瓦亮的 像一个刚洗过的苹果 所以就起了这么个外号 后来随着伯格斯技术逐渐成熟 他的偷球行为也是越发猖狂 常常是一场比赛七八个抢断 伯格斯成为了世锦赛夺冠的功臣 一时间铃声大噪 1987年参加了选秀大会 伯格斯以首轮第12中位 被华盛顿子弹队摘下 从现在看 那一年选秀大会也是星光熠熠的 那一届诞生了上将罗宾逊 皮鹏 雷吉米勒等巨星 1987-88新秀赛季 伯格斯成为了子弹队中 最引人注目的点 要知道 当时子弹队里还有一位 NBA历史最高的球员 即现在魔术小布尔的父亲 马努特布尔 这2米31和1米60 同时在场的震撼 这场面也不是谁都有机会能看到的 当然 在数据方面 伯格斯表现不俗 整个赛季出战了79场 场均助攻和抢断 均在对阵中位列前茅 1988年 伯格斯被交易至黄蜂 夏洛特10年 他奉献了自己全部的能量 曾经在92-93赛季 与莫宁、拉里·约翰逊 携手将球队 带进了队史最佳的东部半决赛 此外 其巅峰一季可拿到10.8分 10.1个助攻的两双数据 那一年他排在助攻榜第二 第一名则是NBA历史的助攻王 斯托克顿 至于自己能立足于NBA的原因 伯格斯曾这样解释说 NBA并不是只有七尺大汉 上天虽然给了我最矮的个子 但同样赋予了我最快的速度 当我拿到球的那一刻起 就没有任何大个子能追上我了 这话一点也不假 伯格斯虽然是NBA最矮的球员 但同样也是历史最稳定的进攻发动机 他的运球重心极低 几乎不可能被断掉 致使他有大量的时间去观察、去思考 14年的职业生涯 他的助攻失误比高达4.75 平均每送出7次助攻 仅会失误一次 这一项数据他是NBA历史第一 身后是保罗、斯图克顿、纳什等巨星 此外 一个小个子在NBA里立足的最大因素 从来不是进攻 而是他的防守 就好比当年的地表最强 175小托马斯 某些关键时刻 依然会被少帅钉在板凳席上 而伯格斯不能说他是防守大扎 但起码在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 他一直都是一名出色的防守者 从数据上看 他生涯场均1.5次抢断 最巅峰一季2.1次抢断 放在现在也基本是抢断王的水平 此外 伯格斯以1369次抢断 排在NBA历史第65位 铁血猫王华莱士和防守大扎托尼阿伦 均排在他的身后 从主观来看 几乎所有队友对伯格斯的评价都是 他是一个极其凶悍的防守者 当伯格斯在场上 所有人运球都得掌一份心 指不定这个小个子 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把球抢断了 在93年4月的一场常规赛里 在莫宁被晃起的瞬间 伯格斯突然杀出来 大冒2米13的游鹰 然后立马飞升快攻 老游鹰在后来回忆起这一时刻时 也曾调侃说 这是我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 95年 伯格斯还满脸不服的单防乔丹 步步紧逼 是要与神一决高低 然后在乔丹投篮的瞬间 一把切下篮球 现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虽然最后这一球被缺成犯规了 但从乔老板焦急的动作里 你也能看出他还是多少大点尴尬的 后来这一瞬间也被照片记录了下来 1990和94年 他分别为黄蜂评选为球队MVP 时至今日 他仍是夏洛特黄蜂队的队史助攻王和抢断王 这些也足以彰显他攻防一体的伟大 1995年夏天 伯格斯接受了佐西手术 此后三个赛季 他的状态迅速下滑 三年里有两年出场没有超过十场 1997年 伯格斯被交易到勇士 在勇士 他达成了职业生涯的里程碑 6000分 6000助攻 2000篮板和1200次抢断 1999年 伯格斯以底线签约了猛龙 99-00赛季 伯格斯奉献了自己最后的能量 出战80场比赛 场均坦下5加4的数据 其中他本季高达5.07次的助攻 失误比仍是全联盟第一 伯格斯签约猛龙的一大重要原因是 因为他的多年好友戴尔 此时也在猛龙队中 伯格斯很喜欢戴尔的儿子 前几年他也在黄蜂做队友时 伯格斯就经常在更衣室里 和着孩子吵闹 抱着小孩开飞机 达到猛龙后 由于这孩子当时身高也不高 伯格斯还专门对其进行了 一对一的指导 此人便是如今大名鼎鼎的 两届MVP 史蒂芬·库里 后来库里也多次向媒体表示 伯格斯是自己最喜欢的球星 而老伯格斯也从来不吝啬自己对于库里的欣赏 常说真不敢想象 曾经抱着我开飞机的孩子 现在俨然是这个星球上的最佳射手了 如今这也成了一段彼此成就的佳话 2001年1月 伯格斯在对阵公牛的比赛中 结束了自己生涯的最后一五 彼时他的生涯助攻术 我定格为NBA历史助攻榜的第13名 离开NBA后 伯格斯一直致力于夏洛特的篮球事业 05年 他被任命为夏洛特针刺女篮队的主教练 11年 他又成为夏洛特基督教高中男篮教练 在他执掌教编的三个赛季里 为学校培养出了六位洲际全明星球员 2018年 伯格斯作为夏洛特舰队30周年的特邀球星 出席了本次典礼 当他细虐地把麦克风从高高的架子上拿下来 还能一脸微笑 坦然自若地演讲时 他显然已经完全接受了身高所带给自己的一切 现场的球迷以及在场的其他球星们 也纷纷向这位最具理想主义的斗士致以敬意 最后阿斌想说的是 身高并不代表了劣势 因为你需要付出更加倍的努力 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最终这些汗水都会注定你站在NBA的赛场上 恰如伯格斯自己说的做得那一般 他与NBA历史之意义 不仅仅是那场军七分七助攻的数据 更是他那化腐朽为神奇的表演 让无数身材单薄矮小的少年抛弃世俗观念 现如今 当越来越多的小个子出现在NBA里立足时 伯格斯的精神仿佛也正有力地向世人宣告着 谁说篮球是巨人的运动 1米6照样能在NBA里驻赛世界 街球界有无数名声大噪的球员 有近些年顶流的教授 骨头收集者 以及再久远一点的山羊迈尼卡尔特 进入NBA的阿尔斯通 奥尼尔艾弗森结合体的云梯 他们都很强 但是却有一个人盖过了他们所有人 被球迷们称作篮球界的篮球皇帝 他就是自创了100种过人动作的辣匠菲利普查普安 当时街球出生的他们 想要进入NBA打球 可谓是颇为不易 自1998年纽约街球之王阿尔斯通被NBA收编后 让无数街球迷伤心 曾经那位叱咤街球场中的跳跃灵魂 经过NBA的锤炼后变得泯然众人 2000年初 一位绰号蜡烛的球员横空出世 再次点燃街球迷的热情 想要和辣匠对位 那绝对是对自信心的一次考验 辣匠小时候的偶像是托马斯和乔丹 你一眼就能看到在球场中的他 得益于他戴着那玻璃的耳环 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 经常需要到处服役 因此使得他经常搬来搬去 而且还在德国住过一段时间 虽说父母给他起名带有冠军 但对他疏于管教 放弃不管 在学校还是球技 都和冠军没有什么关系 高中时期 校队连续两次裁掉他 导致他只在高三打过一年比赛 并且他还经常逃课 他可以说是球技学业双不丰收 因此在高中毕业后 并没有收到任何大学offer的他 选择来到亚特兰大打工 过上居屋定所的生活 在品尝到生活的艰辛之后 查普安意识到 只有靠着努力 才能让自己的人生发生逆袭 那时候他每天都会跑到 本地体育馆中打球 从早到晚 还经常在球馆中拿个垫子过夜 然后第二天起来继续练球 他终日在球馆中苦练球技 经常对着镜子练球 改善自己的动作 他每次在投篮时都会喊一声 Sauce 因为他认为自己才是球场中 最有料的那一位 就这样 这句口头禅也终究成了他的绰号 辣酱 而他也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机会 众所周知 1998年美国街球传奇 阿尔斯通被NBA招安 让不少街球爱好者大失所望 当时安德网联盟 急需一个阿尔斯通的替代者 而身形和技术相仿的查普安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于是在安德网一档真人秀的第三集 查普安就这样出现在球迷的视野中 他用球迷之前从未见过的花式运球 让安德网接球联盟的好手纷纷落败 甚至每次投篮之后 他都要大喊一声Sauce 成为全场焦点 还引起了全美的关注 甚至在当时 为安德网代言的球星数量 利亚阿迪仅次于耐克 久而久之 球迷们便用Hot Sauce来称呼查普安 在这种情况之下 辣酱的好机友马克担任其他的经纪人 开始推广辣酱的比赛 不久后 安德网和马克联系上 邀请辣酱参加球队全国巡回赛 但在马克返回球场 想要告诉辣酱消息时 却没有看见他的身影 原来辣酱违反了保释条例 又交不起罚款 所以锅当入狱 马克不愧是好机友 自掏腰包交了保释金 把他给捞了出来 辣酱就顺理成章地前往加州参加巡回赛 但是身材瘦弱的他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作为非纽约籍的街球手辣酱 辣酱深知 如果自己不能够凭借实力征服纽约观众 那么他就没法在街球场中站稳脚跟 不得不说 这倒是深谙此道 在芝加哥福斯特胡滩的一场比赛中 辣酱施展出自己的独门绝技 让赛场球迷目瞪口呆 人们纷纷讨论 这个出现在球队名单上的人是何方神圣 在这之后的他仿佛打通了人独二脉 各种英雄招式奇出 非土生土长纽约球者 他这样的绅士更凸显出他的成功 人们对此议论纷纷 这个外地球员怎么接球玩得比本地人还溜 他的臂展很长 他的招牌动作有回旋镖 当球运到一半 拿起球往天上一甩 用手腕反扣让球回旋 防守人总会回头看消失在空中的传球 但球又回到自己的手中 催眠术把球从后背抛过对方头顶 让对方陷入自己还在运球的幻境中 慢动作跨下运球 顾名思义 就是把本应该加速的运球变成超慢动作 像是影视作品中慢动作夺子弹一样 假装人球分过 就是把球运到对手的身后 假装人球分过 当对手一脸蒙圈时 返回原位拿球 他就像是一个魔术师 他让观众和防守者一步一步进入他的圈套 他是自山羊和阿尔斯通后 关注度最高的接球手 虽说他不是最强的一位 但是当时的And1联盟 急需一位明星球员 可能背中的艾弗森和百巧抗衡 而辣将担负起复兴接球文化的重任 当时在休斯顿的他 名气比佛老大还高 而安东巡演的成功 改变了很多美国少年的梦 曾经他们的梦想是获得大学奖学金 进而参加选秀进入NBA 而现在他们能通过展现自己的球技 在巡演中脱颖而出 名声金钱双丰收 后来在2006年时 他还演出了篮球电影《Coms Over》 在这之中饰演的角色名和答案一名相同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爱打篮球的好兄弟 如何战胜诱惑和对手的励志故事 2009年 And1因为财务原因停止了巡演 而在这之后的辣将也离开了And1 加入了美国最强街球队 这一支球队 只在借着街头篮球 传递努力奋斗的正面信息 感动以及激励世界各地喜爱篮球的孩子们 辣将也跟随球队参加亚洲巡回表演赛 在后来的一档ESPN的节目中 42岁辣将球技不减当年 面对受害者一号再度试着出回旋标 完成脚踝终结者成就 在和传奇后卫拜伦戴维斯对位中 戴维斯为了面子 使出了失传已久的绝招 爆人耍无赖 而现如今的辣将 继续在美国宣传街球文化 举办篮球训练营 培养更多的篮球天才少年基球手 进入NBA的例子也不是没有 那么巅峰时期的辣将 凭借自己的实力 能否进入NBA呢 虽说他运球方面无可挑剔 赏心悦目 不过他的弹跳性确实很有限 他很少投篮 更是不怎么传球 他的静态天赋放在NBA中 实在是一般 身材瘦小 虽说与埃福森体型相近 不过他却没有答案那样的运动天赋 而大部分的接球手 无法进入职业联赛的原因 大多数因为他们多项技术不合格 那是因为在接球场上的他们 只需要将一项技能 玩到出神入化即可 很多人认为 接球是篮球的发源地 在辣将眼中 球场旁人的任何一个动作 都可能是他的创作灵感 虽说他球风华丽 观赏性极高 参与很多实战派的批判 认为他很多动作为力 并且无法适应高强度比赛 但是对于接球来说 辣将就是专业的 他就是接球场中的篮球皇帝 他享受着篮球带给自己和他人的快乐 在一次访谈中 他被问到 他追逐梦奖的过程中 你碰到过什么挫折吗 你又是怎么度过那些难关的呢 辣将表示 其实一开始我打街球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真的很不好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训练 直到之后就获得了和Enterwan的签约 在那之后变得顺风顺水 篮球就像他的救赎 篮球也给了他重生的机会 如果不是篮球 他现在可能还在牢房中吃烧鸡 当他遇上篮球 他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 他不再是那个锒铛入狱的无名人 而是叱咤街球场中的运球精灵 NBA是世界篮球的最高殿堂 那里有着世界上最好的篮球运动员 但是还是有无数的人热爱着街头篮球 因为在街头只有最纯粹最真实的篮球 而不是生意场上的尔虞我扎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订阅加关注 我是阿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评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